这些案例很多 也有动物转世为人 像美国一个人类学家叫做马里奥博士 他用催眠的方法帮助人观察有几个案例 也是他能够回忆起自己前生是动物的 比如说有一个案例 有一位三十多岁的男子 美国人 那么这个男子他有一个心理毛病 就是整天觉得孤独寂寞 八字解读人生 风水改变命运 大家好 居士从业风水26年 很多人通过我的调节都获得了巨大成功 针对八字测算 风水布局 命力分析 事业财运 首相面相 感情婚姻 有独到专严见解 如果你的财运不佳 情感不顺 诸事烦心 原主可添加 本局是微信26682135 一一帮你调节化解 记住微信26682135 那么在催眠中 这个男子就回忆起自己前生原来是一条海豚 那么这个海豚是在一群海豚群里面生活的 那么在那群海豚里面 这只海豚是一条最聪明 最有智慧的海豚 那么有一天呢 这群海豚呢 正在大海里面呢 正在早食 那么这个最聪明的海豚呢 就发现了 在远方呢 有一群杀人精 就鲸鱼啊 这个杀人精啊 是海豚天然的敌人 那么这只最聪明的海豚呢 就赶紧发出讯号 告诉他们的他的同伴们 说要赶快逃命 但是这些同伴们呢 都不理会他 继续呢 要找食 那么这个 这条最聪明的海豚呢 这个苦口 劝他们要逃命啊 但是呢 都都别人都不理会他 所以他只好呢 很失望啊 就这个自己啊 逃命去了 那么结果呢 那群海豚呢 果然呢 被那群杀人精啊 给吃掉了 那么只剩下这一只啊 海豚呢 在这个深海里面呢 孤独的 寂寞的 度过余生 那么大概是因为 这只海豚呢 那这个 有一念善心的缘故吧 因为他想要救自己的伙伴们嘛 虽然伙伴们没有听他 但是他至少是发了一个善念 那么这个善念呢 这个可能这种善业啊 让他呢 让他呢 这一生转世为人了 可是做了人嘛 也没有办法消除这种心理上的阴影 所以他总是感到寂寞 空虚 孤独 所以呢 整天去找朋友 大吃大喝 导致呢 体重不断增加 这是他的一个案例 那么另外呢 还有一个这个案例啊 也是动物转世的 也是马里奥博士 其中一个案例 那么在这个案例当中呢 是由有一位美国的女医生 那么我们晓得在美国当医生啊 那是很不简单的啊 收入啊 是非常可观的 但是这个女医生啊 她却是整天呢 入不敷出 那个钱啊 真的 她都没有办法 不够用 原来啊 她呢 经常把这个钱呢 全部都用在这个马匹身上 这个养马啊 爱马呀 给马这个各种各样的装饰啊 那么自己也觉得很烦恼啊 不能够控制 那么后来呢 请马里奥博士呢 给他进行催眠 就发现呢 原来他前身啊 就是一匹马 而且是一匹赛马 这匹赛马呢 是在美国二十年代的时候呢 在南方各个州出赛的 还相当有名气 那匹马的名字呢 叫真纳蒂 后来呢 都经过河石啊 确实有这么一匹赛马 那么 这种动物转世的 这个例子呢 有很多 有做过大灰熊的 那么有人做过蟒蛇的 有人做过响尾蛇的 还有人呢 做过黑豹的 等等 时间关系啊 就不能够一一啊 给大家来 来报告了 那么这里呢 在报告啊 一个呢 这个人呢 转世成动物的例子 这个是讲的一个 人呢 他变成鹦鹉 这是瑞士 在贝恩市 发生的一个案例 那么在瑞士呢 这个贝恩市啊 有一个大学的女教授 她的名字叫 法兰西斯 史贝克 那么这位女教授呢 她49岁那年啊 她的丈夫就去世了 那么后来呢 这个因为她跟她丈夫呢 非常的和好 非常的这个感情啊 也是非常好 那么因为她思念自己的丈夫啊 就想了 这个自己也觉得很寂寞 所以呢 就买了一只鹦鹉 来这个跟这个鹦鹉啊 可以说 那么可以呢 就是寂寞的时候啊 有一个小宠物啊 可以玩一样 那么她就用邮购的方式呢 就买了一只鹦鹉 这个鹦鹉也是很名贵的品种 因为呢 她学说话学得特别快 那么后来呢 她才晓得 原来这只鹦鹉啊 她这个出生的那一天呢 正是她丈夫 死的那天 那么这只鹦鹉呢 买了以后呢 很快呢 就开始学说话 那么这个女教授也很喜欢她 就给她起了一个名字 结果没想到这个鹦鹉啊 拒绝接受 那么然后呢 这鹦鹉自己就叫 说Amy Amy 我是Amy 原来这个Amy啊 就是她先生的名字 那么后来呢 当这个鹦鹉啊 学了更多的这些语言 文字的时候 这个词汇的时候 那么这个鹦鹉呢 就能够自己组织语言啊 来讲话 那么她就开始讲 她前身啊 在就是这个女教授的丈夫 那么后来呢 这个有几位啊 专门研究这种超自然现象的专家 来到这个女教授这里啊 来研究这只鹦鹉 最后呢 证实啊 这个鹦鹉啊 确实是这个女教授的先生 那么这个女教授啊 当然她还是挺高兴 因为呢 这个他先生啊 怎么样 这个到底还是没有离开她 所以呢 她经常拿出过去的生活的这些相片 跟这些鹦鹉啊 一起啊 共同欣赏 来这个回忆呢 以前那种美满的生活 所以我们看到 这个人与人之间的那种关系啊 我们昨天有提到 人为什么会轮回 这个守龙眼睛给我们讲到 辱爱我信 我怜辱色 以示姻缘 经百千节 常在残妇 这种姻缘的关系啊 真的是不可思议 你看这个女教授 她这个很偶然的 用邮雇的方式 邮寄啊 居然能够把她的先生给买回来 真的这个姻缘啊 牵引 残妇啊 实在是不可思议 也证明了人啊 轮回转世啊 这种生命存在的形式啊 决定不是只是人的这种形式 啊 佛给我们讲啊 六道轮回 啊 这包括天啊 人啊 啊 阿修罗啊 还有畜生 那是动物啊 还有恶鬼 还有地狱 这六道轮回啊 啊 那么当然呢 一个人如果是做善业啊 修武这个五戒十善的 那么他将来呢 就能够啊 往生三上道 啊 如果是犯戒的啊 作恶的 那么这种人呢 将来啊 往生到三恶道 啊 像这只鹦鹉啊 就到了畜生道里面 投胎了 啊 还算福报挺不错啊 做了宠物 啊 所以呢 还能够啊 生活还还算不错 啊 那么 这里呢 这个以上给大家所报告的 啊 就是简单的 啊 这个 这个给大家谈到 西方的一些科学界啊 啊 学术界啊 对于这个轮回转世的啊 就前面三个研究领域 那么 从这领域当中呢 像用催眠的方法